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一次我将在四川开启一段年华寻访之旅 来到四川这片土地独有的热情与气质扑面而来 那么年华会在这里活成什么样子呢 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来沉浸式体验一下吧 我的旅程从棉竹开始 看到这片茂密竹林 您就知道这座城市名字的来源了 棉竹盛产竹子 它们是造纸的好材料 也就衍生出了兴盛的棉花行业 您是陈老师吧 您好 您好 陈强棉竹年华手艺人 他寻找竹子是要制作一种和年华相关的工具 我每次砍的都不是一条痕迹 所以就很难 好不容易砍到了竹子 我的心中一直有个疑问 棉花中怎么会有用得上竹子的地方呢 我印象中的棉竹年华就是这样 明艳 热烈 夸张 活泼 可它的印制过程确实和竹子也没什么关系 陈强老师要做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年华呢 要做年华 加强 棉竹年底画得满 为什么这么满呢 你看我们这个画就知道了 它从清代基本上 历史比较久远了 对对对 虽然颜色已经变了 但是线条纹里也特别的清晰 是立体的 凸出来的 这幅线条立体的年华 在棉竹被称为极粉棉花 它有上百年的历史 可是一直没人说得清楚制作方法 陈强也一直在摸索 这一次他决定试试竹刀 他只能做这个很直的很短的一个线条 这个会更加细 而且线条更加立体 太干的话它会粘在上面 因为它这个粘性比较大 已经起来的同时已经乱掉了 所以说这个应该是还是用不了 面对失败 陈强老师比我淡定许多 因为他已经尝试过太多的方法了 比如用裱花袋 虽然挤出的线条很圆润 却不好控制力度 到目前为止 最适合的工具还是这个东西 注射器啊 对 这个针筒注射器我们也在用 我们用这个试一下 好的好的 注射器感觉更加流畅了 对 而且它这个宽窄度会更加均匀 它的这个的出息是在于你的手速 快或者是慢 你可以用这个试一下 好 我用它试一下 要快 要快 不然的话 可是快一点我的线又拉错了 你看这弧度没出来 使用注射器能否复原出几粉黏化 那美轮美奂的立体线条呢 可以了吗 可以了 可以了 运动的事 老师 有声会痛 但是在这里我要给您 对不起 老师 谢谢 因为我破坏了您的作品 还是很好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左边这一面是我画的 右边这是老师画的 老师画的是写实的 我这个就明显是抽象的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虽然这一次的尝试不算成功 但多年以来 陈强老师的研究成果 已经令人震撼不已了 凭借着一片匠心 这一度失传的手艺 如今继续闪耀 看过了特殊的几粉年画 我在四川的年画之旅 继续进行 这四位小伙子就是说唱组合 天赋音乐的成员 他们曾经创作了说唱歌曲 这里是中国 走红网络 获得了不俗的国际影响力 我们一起回到四川的年画 主产居免竹 这一次天赋说唱与年画 会有怎样的碰撞呢 四个人的任务是 根据四幅不同的年画 创作歌曲 不过对这几位年画的小白而言 首先还得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与年画亲密接触才行 推 推 只用大字幕来创 创作 好玩啊 好玩啊 是不是有点难吗 是不是有点难吗 使出了吃奶的劲 磕刀却还是不听话 第一次接触 年画给二人留下了 深深的挫败感 创作的第一期 另外两组 挑战同步进行 这个好漂亮 而且感觉和我平时看到的年画 不太一样 肯定不一样呀 它的表现手法都不一样 那这个是 这个是我们用真丝丝线 用鼠绣的技法 刺绣出来的作品 它跟画笔不一样的 神兽组组组组组组织的方式 完成一幅年画 然后下去 然后下去 接住 接住 对 上面的手把它这线勾着 稍稍带一下 带一下 要到那个方向 对 这个做的 哇 针掉了 光说穿针就很不容易 松手 冲 拨下 哎呀 它里面有一根丝线里面有 有十六根 十六根 十六丝 应该是叫丝 用了一丝 一丝线 丝线嘛 就是把这根线 分它一丝出来 哇 我都有点 看不太清楚了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放弃 连穿针都做不好 还是赶紧交给专家接手吧 另一边 杨超然面对年花的挑战 仍在咬牙坚持 明珠年花来 还有一个回纸口句 叫做 一黑二背三金黄 五眼六色穿衣裳 来连说一次 一黑二背三金黄 五眼六色穿衣裳 对 那么这个一黑呢 说的就是第一道的魔线 二背就是我们的皮肤部分 用背色 就是切的颜色 三金黄 盔甲 金树的呀 这些地方 我们就是用三金黄 最后五眼六色穿衣裳 就是弄某种菜 按照老师教授的口诀 杨超然完成了年花 宋子观音的上晒 不过我得戳穿一下 这种上晒手法叫做甜水饺 水饺就是颜料碗里 残余的边角料 旧时棉竹的年花艺人 会用水饺颜料 草草涂抹几张门绳 赚点小钱 所以门槛并不高 不过今天看来 这种方法属于年花 独有的气质 它是活的一些东西 就麒麟 我自己都不知道它 能长什么样 经过一整天的学习 天赋音乐的几位成员 对年花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 接下来就是他们的表演时间 要善终修成正果 谁家娃娃送进谁家 送小孩关键任务 我就是重点人物 村子铁带意义重大 也许了华夏 五千年的文化 出生然后慢慢长大 即使遇犯也是 之后才有了天下 我们的五千年 没有这样 中肯一旦家不忘 不忘 施政战沙场地南方 我是无敌的关云场 后人们敬仰我 敬仰我 是我如神明 我是无力中也的象征 正守在门庭 不在地内成年往事 云场远远太多头衔 正面往两球的放肆 云场护你平安周全 来来来来来 刚起来 要 菜脏七菜香鱼来了 可不止孙大圣 把恶狼踢出羊群了 也不止牧羊人消灭灾祸 邪恶见我主能哀莫 在替你消灾免难的路上 也不会塞测 我的大名 难道你还要猜测 我就是瑞手起零年华 上你一定见过 将我贴在门上 收获一个美满希望 今年年华不会到后 祝你幸福安康 嗯 Come on 你是谁啊 Yeah 嗯 被他过于好奇 我的样貌 带来只想把历史创造 我拥有毛的脑袋 鸟的身体只是为了飞得更快 更高 偶尔也需要一个宝宝 Yeah Yeah 或许会有声音来治愈我的存在 但总有人在我的身边为我喝彩 该自我将年要让 再会全部抹散 让新的一念伴随我的翅膀展开 没想到 在四川 年华以说唱也能碰撞出炽热的火花 这片土地既历史悠久又新潮史上 传统艺术也拥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在成都街头的商业区 一个超大的屏幕吸引着来往行人的眼球 这个屏幕所呈现的正是火遍全网的 裸眼3D技术 近距离地看我们的裸眼3D大屏 觉得特别地逼真和震撼哈 我有个想法 如果把它跟年画相结合 你觉得怎么样呢 曾老师 来 曾老师就是我们这个大屏的内容的设计者 新年到了 我给您一个新年任务好不好 好啊 没问题 你看这是什么 李小龙啊 这是光复熊猫 好 那如果把国宝熊猫跟年画 还有我们大屏相结合起来 是不是会很有意义呢 我觉得挺好的 这是一个 因为熊猫本来也是四川元素 年画的话 四川也有它的特色 我觉得 这样的话能让公众的地方 大家都能看到这两样东西 我觉得应该是个很棒的 曾老师就接受此次任务了 如果成功了 我们就一起XD打卡好不好 好的 没问题 曾成是这个裸眼3D团队的负责人 仅用一年多的时间 它的团队从两三个人 发展成为现在的百人规模 这一切源自他们对待每个项目的态度 项目开始前的采封 是增成开展工作前最为重视的事情 采封的第一站 我们来看大熊猫了 等会拍摄的话 就是抓一下它的熊猫的动态 就是它吃 主要是它吃的一些动态 躺着 它自己会躺着 反正它是一个比较慵懒的状态了 我觉得找了一个它最舒服的位置 基本上就不会再动了 我是觉得外界的所有对它都没有什么影响 棉竹木板年画和大熊猫一样 被誉为是四川三宝之一 这也是曾成的下一个采封目标 在棉竹木板年画传承人李德静的年画社里 曾成开始了年画的体验旅程 咱们那个画年画就是说 首先现在要蹲马步 一定要下盘要稳 然后手上才会不抖 因为如果下盘不稳的话 手上它抖着画的效果就不好 自己的鼻子和我们的画笔 处于同一平面上 端到这个程度就行了 起来的时候就一直咬不动 然后另一只脚挪过来就可以了 好的 画的时候尽量比要垂直与直面 既要稳定着重心 然后手上 手上对 手上还得稳住 这个你需要非常多的工夫 对啊 就是等于说 我从小开始会画的时候 首先就不是拿画笔开始画 就是学着先把马步扎稳 扎一两个月的马步 然后把身体锻炼好了之后 然后才开始进行拿笔训练 来到了这个地方 和师傅一起去探索和去学习 其实我觉得是更有感情的 就是我们更希望是能够把传统的年画 以另外一种方式 原汁原味地展现给所有的人 国宝大熊猫和传统年竹木板年画 两种完全不同的事物 通过裸眼3D技术 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奇妙效应呢 真的 对啊 相当于它这个熊猫 就是躺在这个地方 好 你就躺在这个地方 然后门 门就是左右两边 还在里面 就是我们会把那个门 是那年画 用那种金边勾勒出来 就是我们会做两个木框 然后它就会 就是会线条这种扩散 然后有这种金边 然后它整个就展现出来 然后展现出来 就相当于我们去体现 年画的那个元素 就上色的这种过程 和它形成的过程 它来了 它来了 它带着熊猫和年画走来了 之前的一切努力 只为这街头24秒的呈现 在设计师团队的努力下 年画在成都街头 绽放着崭新的光彩 年画中的祝福 用极致的感官 直入人心 在四川的年画之旅 我们听过了说唱 看过了罗燕三地大屏 但是来到这里 怎么少得了美食呢 姑娘要花 小子要泡 老爷爷要顶新战帽 在四川过年一定要赶场 就是我们说的赶集 但是今天我不是来买年货的 我是来找人的 不过我要找的这个人呀 得往大家的手机里找 看病的今天都成了这个新照 搞好看这打小看 烧包烧烧 发言要自闻准一点 看大家的满面笑容 你猜到它是谁了吗 这个她就是蜀中桃子姐 她是拥有三千万粉丝的美食博主 也是四川融线一个猪肉铺的老板娘 她喜欢制作美食就把过程记录了下来 没想到受到全国各地粉丝的喜爱 桃子姐 哥 您好 我们瞧到桃子姐了 一大早就忙活上了 这次来呀是带着任务来的 您看这儿 给您准备了一张年画 这是北方的火锅 这个是火锅呀 对呀 火锅三 怎么样 您最好把这张图给复原出来 这个男的有点打 有点打 我给桃子姐带的这张年画 是一张清代杨柳青的年画 五音图 不知道身为农家美食达人的桃子姐 能否还原这幅年画呢 有没有信心吗 可以 可以啊 可以 那咱们就走着 好 好凉啊 好凉这水 小心一点啊 真的是寸步难行在这里边 慢一点 不行不行 这个画面不是静止的 是真的走不动 我得为自己辩护一下 不是我抓鱼技术不好 是这鱼养在了稻田里 泥水里丰富而新鲜的饵料 让鱼儿味道更加鲜美 作为代价 捕获难度就更高了 所以我在这里难一下 然后你在这里守着 我从那上面赶下来 好的好的 咱俩打个配合啊 我这样守住 桃子姐精心策划了 一次围追读解 来了 会不会有效果呢 来 我感觉是来了的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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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条鱼看到了 一条大一条小鱼 把它倒出来就知道 鲤鱼 一般那是鲤鱼啊 草鱼鸡鱼这些 拿起来看看 这里还有一个 抓到了鱼就是好事连连 好不好 观众朋友们拜年了 年年有鱼 年年有鱼 这句吉祥话的谐音梗 可是用了好几百年了 您看 我和桃子姐像不像这 娱乐图呢 还有这年画里的农忙场景 耕地 收割 古时候的人们 劳动在田地里 和现在的我们 做的是一样的事情 这个是韭菜吗 我们这里叫那个什么 教头 是这样的 哦 哦 那你可以尝试一下 这个孙子怎么 可以尝试一下 为什么你这么开心呢 我叫孙子吃 我知道它是什么味道啊 哦 我的鼻涕瞬间 留下来 这好辣 冬季的四川 看似清冷 但这一口叫头下去 让我感受到了 四川的火辣热情 虽说到了过年时间 但桃子姐家的田地里 还有着各种各样的 应季蔬菜 这些可算是 她家的大宝库了 大宝库 满满的收获 我不放下去 飞了就忙了 走 走 哎呀 好 好 走 您看 这不就是年画里 丰收的场面吗 在传统的年画中 许多地方 都有这样的丰收年画 山东 杨家步 大春牛 围方 五谷丰收 这些年画 展示着人们 对土地的热爱 以及对生活 富足的期盼 有鱼有肉 饭桌上有了硬菜 为复客这年画里的 一桌美食 桃子姐也算是 下足了功夫 桃子姐 快点打芝芭了 你平时妈的牛肉了 你现在就把它捶过是这样 用甘蔗打芝芭是桃子姐的秘诀 这样芝芭就拥有了甘蔗的清甜味道 我想也正是因为 这样的勤劳质朴 聪明伶俐 桃子姐才获得了 那么多粉丝的喜爱吧 真的 我结婚都没认识 这样的桃子姐 你铁定没见过 不要着急 年画火锅 马上上演 桃子姐 不像 古典美女啊 虽然复客年画里的 美人有点累 但这也是桃子姐 跨圈的第一次全新尝试 看着还真是不错 热腾腾的北方桃子 红锅加火辣的南方食材 桃子姐这次的全新创作 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吗 来 这点好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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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起来尝一尝 好辣 这口锅好不好吃 好吃 来 我们的包大哥 精心地为桃子姐 准备了一束花 这咋做呢 哎呀 你辛苦了 抱一下 哎呀 幸福了 直到此时此刻 我才真正体会到 年画中描绘的场景 仍然活在今天 年画记录的情感 真挚而永恒 没喜欢的刷发的缝吧 送的就现在了 然后孩子那些比较听话 嗯 嗯 就当年轻的心 好 让我已经很欢喜了 替桃子姐也感到开心 真的 在这里 我们全家 桃子姐全家 祝天日之前的观众朋友们 新年快乐 生活越快越好 新的一年 也要认真的生活 不复年画 不复年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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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很羨慌 其實想 無愛的力量 什麼事是你沒有提供的 你還有時間 等於 Database 我只能給你推上 我的工作 把生意 你都怎麼給你推上 我的工作 複雜的職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